1000块木纳料子 我能挑出其中的内化的那一块 那玩翡翠呢 一定要清楚的知道啊 什么是翻杀 什么是推杀 什么是粗杀 什么是细杀 看完这条视频 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我们一起看一下 手里的这块料子 同样的木纳料子 这料子呢 其实列文挺多啊 但不重要是吗 今天是教会大家怎么样去看 好吧 来一起看一下 压登的一个荧光感 特别特别强烈 那明显的这一边呢 其实已经有微微的脱杀 你看灯光挪开 能够微微的发黑 但是其实这个料子 它的另外一面啊 雾层会比较的厚 那看这些地方 就明显的能够知道啊 压登朦朦的一个质感 并且过光的速度很快 那么我能判定这个料子 它一定是有雾层的 并且它的内化 一定不会差 那整一个杀力呢 可以说非常非常的细腻 以及紧致啊 可以说上手 你整一个出摸的那种杀力感 以及压手感 特别特别强烈 那也有很多大哥会问啊 哎小智 那什么样的杀 才叫细杀呢 其实杀细不细 很多时候呢 是靠对比出来的啊 那我做翡翠这么多年 那其实心里面啊 已经有一万种杀 在我的脑海里面啊 虽然我能够清楚的知道 这个杀对我来说 对比我脑海的 一千块料子来说 它到底算不算细 那我简单的举个例子啊 你面前放了 十块不同的木纳料子 那其实你一对比啊 你从中一定能调出杀最细的那一块 是这个道理吧 光说不定假法式 知道吗 这个料子我们切开一刀 给大家见分享 好吧走 来 兄弟们 三 二 一 看 三个 哇 哇 哇 我操兄弟们 木纳的前卫真的太足太足了 这小盖子真漂亮 这个粗粗的给它抛一下光 它也个子单级别啊 太长了 你到外面室外看一下 哦 这直接是取得不到 没事 来 兄弟们 室外看的话更漂亮啊 什么叫木纳的唐星 什么叫木纳的内化啊 这个可以说非常舒服的 其实因为现在这一面还搁着皮克 如果没有皮克 皮克打团的话 就是整一个 那种玻璃质感啊 就完全是一个玻璃的一个状态了啊 这一团其实夜往里面还会越 哎 鸽子弹 稳稳的薄啊 这种料子 那我现在教给大家这些方法啊 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去领悟啊 当然也希望大家不断的有一些实战经验 去实操 去摸去看 才能慢慢的领悟到啊 就像一个厨师一样啊 可能有些人 我两年就能学会一道菜 而且做得跟师傅一样 但是有些人可能学了十年 那道菜 它还是做不出原本的味道 就是这个道理啊 受人以鱼 不如受人以鱼 我教会你的是方法 那如果有人跟我抬杠说 这个料子切垮了 那么你说的都对 那么你说的都对 我说就可以了 我说我看你